物价飞涨 台中有一家茶饮店是推出 让人觉得物超所值的幸福套餐 这一份便当 加饮料 还有半颗的哈密瓜 竟然只要99元 价格让人觉得超佛心 每天是有限量的150份 订单是大爆满 想吃只能上网来预定 老板说想要让客人都能够吃到幸福 这划不划算是其次 员工们一早就忙着分切 哈密瓜一袋袋半颗哈密瓜 装在箱子里等着出货 不过这不是在卖水果 而是台中一家茶饮店 推出的幸福套餐 一份99元的便当 直接送饮料和半颗哈密瓜 我们当初开一个户外的茶饮 然后让很多客人来这边 喝茶聊天 然后去聊到说 长期在外面打听 那很多父母亲都是在 原本的家乡 所以很久很久都没有吃到说 父母亲的那种煮饭的那种味道 对因为在外面都是吃外食比较多 对 所以我们才因为这样子 然后才开始发起这种 幸福就套餐的游览 你没看错这样一份主菜便当 加上700cc的饮料和半颗哈密瓜 只要99元 价格太佛心 每天限量150份订单大爆满 老板亲自南下挑选水果 就是想让客人吃到幸福的滋味 若做长期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生意 但是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做一种回馈 让大家可以借有物价蓬蓬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还有这种幸福套餐 在的话 也去当它一个套餐 能做多久 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能力 老板仔细擦拭每颗西瓜 限量便当只能上网预订 只能说订得到这家便当 不只吃饱还很幸福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 好